大家好,今天是周日,闲来无事,跟大家闲扯几句吧 这个话题从什么时候开始呢 我在墙内的时候,有一个经常一起吃喝玩乐的朋友 算是朋友吧,熟人 他在80年代的时候写过一本很有名的小书 一篇嘛,叫《无主题变奏》 那么我今天的这个话题呢,就从这开始吧 叫《无主题胡扯》 扯到哪儿是哪儿,没有明确的主题,没有草稿 谈谈最近发生的事情 首先呢,从我穿的这件T恤开始说吧 这个T恤上的图案很清楚 就是耶路撒冷王国的图案 也被当今一部分的国家所选用 耶路撒冷王国的这个荣誉呢 也一直被继承下来,直到今天 那为什么要说这个图案呢 最近这个川普提名的国防部长 那位先生,他在自己的胸口上有一个文身 那个文身就是非常明确的就是这个图案 然后有些网友呢,就跑过来问我,因为我是一个司机嘛 并没有那么密切的去关注每时每刻发生的新闻 别人跑过来问我,说这个图案到底什么意思 是不是英语主流媒体所讲的这个纳粹的标记 我一听到这种文化,我就惊呆了 我不知道这个英文媒体的怎么可以过分到这种程度 因为这个图案的标记基本上就是说 是这个主流文明传统记忆的一部分 如果我们抹掉了这个记忆 我们抹掉了这个传统 那西方文明或者说叫英美文明或者说叫主流文明 他什么都不是 这个标记呢,最多的时候是出在这个 大家会看十字军的电影 在十字军电影当中最常见到的几种旗帜 一个是国王保德温四世为代表的这个耶路撒冷王国的这个标记 然后再有呢就是白底红十字的圣殿骑士团的标记 再有就是黑底白字的这个医院骑士团的标记 再有就是黑底白字的也是同样的黑底白字 但是花文不一样 是这个条顿骑士团的标记 那显然这个那个川普所提名的那个国防部长呢 他把这个标记呢,纹在自己的胸口 是为了表明自己的这个基督教信仰和以及这个信仰的这种 在传统上他个人的这种坚持和继承 其实就是很明确的是这个意思 但是我相信他是一个天主教徒 或者可能是吧,我没去查证 你为什么呢 因为对于大多新教徒来讲 这个人作为一个受造物 这身体和皮肤不是可以随便毁坏的 我们的身体是圣殿 不可以随便的去对待它 所以新教徒一般轻易不会去纹身 或者说一个严肃的新教徒 或者对于很多特别保守的这些教派的教徒来讲 是不会去纹身的 但是天主教徒好像没有特别强调的这种限制 比如梅西是吧 他就身上的纹身就非常多 那这个撇开不讲 无论如何 你都不可能把这样的一个标记给我扯到 说是跟纳粹有什么关系上 但是纳粹呢 他使用的是就是说 他用了就是铁十字的标记 他的很多这个军官那个博口上都带有铁十字标记 那也是因为他自认为他继承的是条顿骑士团 那 那作为一个一个国家漫长的传统 也就是德国是我们必须要知道德国是怎么来的 德国是因为先有了条顿骑士团 条顿骑士团建立了普鲁十王国 然后再后来统一德国以后他有了德国 那不论是纳粹 还是德国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的这样的一个政治实体 他都会继承这个铁十字 你不能因为这样的一个历史记忆曾经被纳粹继承过 你就认为这样的一个十字是不对的 你也不能因为纳粹用的是铁十字 又把那个铁十字连想到天国王朝 叫耶路撒冷王国的这样的一个十字 这是非常荒唐的 那简单解释一下这个十字的图案的意思 这个十字呢 中间是一个十字架 这个没什么好说的 这上面呢 表示的是 这个头呢 表示是Jesus 然后这个四个十字呢 分别表示四福音书 所以这个图案呢 其实没有那么玄妙 也没有那么复杂 就是讲述的这样的一个东西 好了 这个故事就暗下不表 那从这个事情呢 我们就牵扯到现在当下的这个全世界的问题 它不只是主流文明在急剧的堕落 然后这个扎堆 扎堆在主流文明事件呢 这当中的这些堕落的主流媒体 一头扎进来主动吃屎的这些知国的知识分子们 那就更加的堕落了 比如这两天那些各路的这些 中国人的群体 形形色色的中国人群体都在扬言要离开推特 也就是X平台 他们跑去了叫 叫 叫Blue Blue Sky 是吧 这么一个平台 昨天呢 就有人问我说 你觉得这个平台怎么样 我还没上那个平台 但是我就明确的告诉他 这个平台一定会死掉 为什么这么讲呢 在我看来 这个平台和川普搞那个 Truth那个平台呢 没有什么太本质的区别 川普的那个平台也会死掉 为什么呢 这里面有两个问题 第一 社交媒体的生态位都已经被占了 又专门做视频了 又专门做这种文字和综合信息交流的 又专门做这种短视频的 所以这些东西都生态位都被占了 你很难在这个当下的这个局面下 再有一个新的突破 这是其一 其二呢 就是说平台它就像一个菜市场 既然是一个菜市场 卖任何菜的人 我们都要允许他进来 不论那个声音 你听起来多么的难受 过去呢 有大量的这个保守派的群体呢 离开推特 是因为推特对他们进行言论审查和分进 动不动就分他们账号 我老徐都会被分掉很多个 所以在这种状态下 大家不得已跑到了 这个川普的这个 Truth那个平台上 那就要真实媒体吧 那但是呢 很显然川普那个真实媒体 他也很难运作下去 原因很简单 就是说扎到那个媒体上的人 大多都是这种右派的 同质化程度非常高的 这个群体 所以他又不在声带位上 他又不占优势 然后呢 这个同质化的倾向又如此之高 所以他很难维持一个 一个媒体能够长久的运营下去 那么这是右派的情况 那你翻转到左派 其实道理差不太多 那如果这一个平台上 就是Blue Sky这上面 全是这些左派的人 都扎堆在一块 是吧 都都扎在一个槽子里面吃屎 那时间久了 就是久尔不闻其臭 这个不重要 什么臭不臭我不知道 反正最终的结果 就是你这个平台肯定是完蛋 你玩不下去 他所以说你无论是左还是右 只要你想 想搞这种 这种 就是无杂志的这种水源环境 这是不可能的 水智青涩无余 你纯粹的左派和纯粹的右派 都难以生存 我觉得这就是一种 作为一个媒体平台的环境 那我觉得无论如何 至少说离开 当初离开推特去 川普的那个真实媒体的人 至少说 在我看来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他们在 当时的在推特上 他得不到言论自由 他动辄就被删帖封号 他不能有一些自由的表达 很多的话题都是禁忌 都是被禁止的 那今天你们这帮孙子 离开推特是为什么呢 难道马斯克买了这个推 这个媒体之后 是对你们任何人进行删调分号 不让你们说话了吗 压制你们的言论了吗 把你们任何一种言论定为仇视言论吗 不让你们谈疫苗 不让你们谈这个 不让你们谈那个吗 没有啊 这些问题都没有啊 那难道你们就这么热爱管制吗 或者说那么热爱自己掌握权力 去管制另外一部分人的言论吗 为什么一个一群右派的人掌握媒体的时候就给你们充分的言论自由 而你们掌握媒体的时候就不允许别人说话呢 或者说当一群右派的人以马斯克为代表的人掌握这个媒体的时候 他们允许你们自由说话的时候 你们却犯贱要离开你到底是伪神吗 所以大概我觉得这个问题可以就到此为止 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 最近都在讨论这个中国发生的这个宪中问题 什么叫宪中啊 就是这种仇视仇杀 因为稍微有所不满就开始是吧 屠戮 果然不出我之所料 这个以李老师不是我老师 就是类似于这一类的这种民小群体 迅速的就把它发发发明成了革命 我把它们一概称为叫革命发明家 好像最近在洛杉矶某些这些镇币团伙们 已经进行了叫车轮革命的这个游行示威 所谓的游行示威 其实就是为了镇币做准备材料嘛 这个东西也没什么神秘的 这种革命发明实际上是非常荒唐的 这个问题 我反反复复讲 从白纸 从那个当年的那个内涵段子 到其他的所有的这些中国的群体新的聚集 包括自博烧烤等等等等 现在的这次大规模的骑自行车 去开封吃包的这么一个群体 它不过是这个自博烧烤的一个翻版 那这些群体 它和最终发生的这种献中事件 它是什么关系 那我以前就反复讲的一个道理 就是中国人他最难解决的问题 就是奴性的问题 如此庞大的有十多亿人的极其奴性 奴性到骨髓 从生下那一天开始 从几千年以来 他一直就是把每一个家庭都视作 对皇帝服从的绝对服从的这样的一个训练营 他所训出来的每一个人 他天然的就是这种极端的奴性 极端的懦弱 极端的被阉割了行为能力 这样的一个群体 他不论他去跑到自博去吃烧烤 去跑到这个开封去吃包子 去跑到广场上举白纸 他的行为模式都是一样的 他的骨子里边跟小粉红没有任何区别 他也许是今天是站在共产党这一边 这一边明天又跑到反共产党那边 他的思维模式 他思考问题的定时 这些东西都没有发生变化 他还是一个精神上的奴隶 他不是一个自由人 什么是自由人 我们必须有一个明确的看法 一个自由的人 一个自由的功名 一个有精神健全的人 他必须要意识到什么是自由 自由那就是意味着 自由意味着责任 权力对应着义务 一个拥有权力和义务 自由与责任 整权的人 他才是一个正常人类 一个自由的人 一个文明的人 换句话来讲 就是说我们要对自由 要有一个清晰的看法 就是说如何去定义自由 那自由是有两种 一种呢是来自于法国的那种 就是放纵的自由 所以他们追求IGBTQ 追求同性恋婚姻追求任何身体上的放纵 他们把这个称之为自由 这种自由呢 我们通常把它称之为叫Liberty 像那个美国的自由女生叫 The Statue of Liberty 是吧 他这种 他这种自由呢 他显然是和放纵难以区分开 而另外一种自由呢 叫Freedom 这Freedom 他他所强调的是什么 他所强调的我们所享受的自由 或者说我们所认同的这种自由 他要接受一种内在的和外在的约束 那内在的是我 属于我的良心 我的良知和我 对神圣事物的这种绝对服从的意志 我要受他的约束 那外在的受到的约束 我要受到法律的约束 但是我此处所讲的法律 指的是那些被发现的法律 被发现和总结出来的法律 也就是说 当真理运行在人类中间的时候 那些法学家们把这些真理给发现出来 总结出来变成了法律 所以我们要接受这样的法律 那我们接受一种内在的这种约束 和外在的这种约束 那你就是一个自由的人 你自由绝不意味着一个人可以为所欲为 所以就是这个意思 那我们理解了这两个概念 就知道一个非奴性的人 他应该是这样的 只有这样的人 他才可能会导致一个良善的社会 或者说一个最不坏的社会 或者说让一个极端专制的社会走向文明 产生了一定的可能性 那么对于这样的这种自由法律等等 所权力责任义务这些东西 都缺少一个恰当看法的中国人群体 如果他们聚集起来 他们会干什么 他们不要说他们聚集起来 我刚才讲的这个献中事件 不论是这个珠海的拿车撞人 撞死了几十头人 还是这个刚刚的这个疑心的这个 有人持刀干掉那么多 你去看这些这个事件的 下面的那些网 这些网友的评论 那都是山奔海啸的寒打寒煞 你就知道这个族群的人 或者这个种群的人 他们离文明还有一个非常遥远的距离 那么对文明没有一些 起码的概念和认识 也对自身的这种行为也没有约束 或者说对自由民主这些核心的概念 他所依赖的这种民情土壤 缺少一种恰当认识的这么一个群体 他们聚集起来 他们走上街头 他们骑自行车 他们去吃烧烤 他们能干什么 他们无非就是黄祸 像黄冲一样到处乱飞 他们是无头苍蝇 所以中国人像这些大规模的 当在当下的这种大规模的聚集 你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 首先是经济上的压力 这些大学生们他们马上毕业就面临失业 这个确实是现实的压力 另外我刚才讲 因为由于他们是一个奴隶群体 他们丧失了行为能力 他们根本不知道 面临这样一场巨大的危机的时候 他们该怎么办 所以他们骑自行车大量山崩海啸 往那个开分去的时候 他们在路上会唱共产党好 我们这个是共产党的 怎么着怎么着的 就是这类的歌曲 这类就是说和小粉红 几乎是完全一样的这种歌曲 甚至是就是被吹上天的 所谓的白纸革命 那帮年轻孩子们举出来白纸 说我们要的是自由民主的共产党 我们不要这个专制的共产党 您好好想一想 共产党和自由民主 有一毛钱关系吗 我觉得这种常识性的东西 都搞不明白 您那不叫革命 您那叫撒娇 当然了革命本身在我这 也大多是负面的词汇 我不知道我勒里巴索说到这 大家听明白我的逻辑了没有 就是说一个自由社会的逻辑 他跟个人的关系 跟一个群体的关系 那么那么就是说排除掉这种 这种自由和这种群体的恰当的理解 这些走上街头的人 他们能如何 他们不能做出来 他们不能如何 他们什么也都做不到 所以洗洗碎 没事别一银 尤其是当年从内涵段子开始 就一银说是革命 这帮革命发明家 实在是令人作 我太了解中国的这些年轻人了 如果中国政府明天会跟他们讲说 明天开始你们每一个人都必须给我吊死 然后这帮年轻人会非常欢呼鼓掌说 好啊 政府真是为我们着想 但是问题是 我们吊死用的绳子是组织上统一配发 还是我们自己准备啊 我相信他们就是这样 因为奴隶群体就是这样 奴隶群体当他受到巨大的不公的时候 他能够选择的路径无非就是告状 逃亡 上吊自杀 然后去 如果前这三条路都走不通 他就会去攻击比他弱小的人 比如比如他们去屠杀幼儿园 他们像当年那个厦门那个陈水总一样 去炸公公交车 他们像这个疑信的这个问题一样 去拿刀去去图其他的人 那你说他有没有可能去图这个政府啊 不可能的 因为这些人他即使去杀其他年轻人 都说他也许他他嘴里面喊的是那个万恶的资本主义 是害的我失业或者怎么着 共产党万岁 我爱的是这个 这就是当下的这些废财们 糟糕的一面 所以当你理解了这些问题的时候 你就能理解在中国漫长的几千年农民运动的历史上的一个最常见的现象 就是在中国古代的 这不是不用说太古啊 就是说 民国以前吧 所有的农民运动都伴随着一个现象 就是大规模的人吃人 这是为什么 因为中国的农民运动从来就没有把其他的人 把参与运动的人当人对待 他不把他们的敌人当人对待 他们也不把他们自己人当人对待 所以他们才会拿人当粮食 当军粮来使用 是吧 如果不明白我说的什么意思 去看看水火转去 那个是吧 很多中国人都看过 大概就这样 所以说到这里 就是说 对中国发生的这种大规模的群体性的事件 其实就看看就好 很多人就在讲说 共产党害怕了 怎么着怎么着 也别扯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讲 维稳只不过是他们既定的手段 你只要有人聚集 他就一定会打压 至于会不会有多害怕 这个你听听就好 别当真 我都更相信 这个中国政府 可能会比较头疼 那些跪在市政府门口 是吧 跪得那么倔强的人 觉得这个不太好处理 是吧 是 是 给一个包子 还是给两个包子 打不走的问题 是吧 在火器时代 是吧 再加上如此奴性的 这个 有火器镇压的 这个政府 有火器镇压的 那么一个时代 再加上这个 中国人又如此的奴性 奴性到极致的时候 又如此的残暴的 那么一个民情状况下 不要有任何幻想 那么这个问题和 其实前一个问题 我刚才讲 这个自由社会的问题 实际上 你要是把这些问题 都想明白了 你就知道 就是说 呃 就是我常讲的 政治的本质 是宗教与道德问题 呃 如果不理解这句话 你就看看 那个从来不接受 宗教与道德的中国人 他漫长的历史都干了些什么 是什么 和当下 他们的处境是什么 呃 大体你能够想的明白 如果你再想不明白 那你就看看 这一次美国大选结束以后 胜选的川普团队 在第一时间 他们干了些什么 他们在第一时间 有没有歌颂川普 有没有把川普当神一样崇拜 呃 而是 有其他的选择 事实是 大选胜选之后 川普的竞选团队 他们扎堆到一起 唱圣歌 是吧 歌颂他们 唯一的统治者 制高者 那么 你 如果 懂我说的这个话的意思 就明白 我刚才所讲的 政治的本质 是宗教与道德问题 你也就明白了 为什么在美国 有那么多人去支持川普 是吧 呃 这个 中国的问题和美国的问题 最大的问题 实际上就是巨大的文明落差 巨大的道德落差 和 由于这种文明落差 所带来的这种各种各样的 理解上的障碍 所以啊 讲到这里 那最后说一句 就是 欢送那些不喜欢推特 不喜欢插的人 不喜欢在自由的环境下游泳的人 啊 那你们继续去粪坑吃屎 因为你们喜欢臭味相同的生活 我今天就说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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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